大家好,我是簡單哥 跟著簡單哥做菜 讓你生活變得很簡單 大家好,我是簡單哥 好啦,今天簡單哥 要做非常不一樣的料理 以前啊 簡單哥都做什麼 都做滾死的啦 太多婆婆媽媽家庭主婦 私訊粉、視團說 簡單哥,你可以教一下 不一樣就可以教一下我素性的料理嗎 所以今天簡單哥 就要來完成你們的月光 來做這一道 還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呢 母親節將近了 在這裡簡單哥 預祝全天下偉大的母親們 媽媽們母親節快樂 人家說啊 最累的工作就是當一個媽媽啦 所以簡單哥今天要把這一道 三杯杏鮑菇獻給全天下最偉大的媽媽們 好來,首先我們要準備的食材 以下請截圖 好來,我們要先過油炸 所以我們先開始一下 讓油娛樂一下 再來,我們切一下我們的杏鮑菇齁 好來,我跟你講 你會不會沾到這個模具 然後你可以把它這樣 讓它,我們想要讓它呈現出有一點這個 透抽的感覺 好來,我們都把它弄弄的齁 好,我們已經有先浴切起來了齁 好,這是... 這是要怎麼用的齁 我們來做第一個步驟 來,我們要加點鹽巴 好,讓它出水一下 好,讓它出水一下 乾的下去,給它敲它 因為杏鮑菇要碰到鹽巴 它是不是會有一點出水的感覺 再來,我們等一下再下我們的地瓜粉 這樣,它會混得比較... 把在我們的杏鮑菇裡面 好,你要稍稍來 它...它... 杏鮑菇表面就留得濕濕了 好,它會出水 來,剛才... 我們今天用地瓜粉 來,剛才地瓜粉 把裡面裡面 加一點點 來,你如果看你不太夠的狀況 你就很沒力了 拆開拆開 好,我全給它下來 好,來,全下 來,要敲敲 好,敲敲,來 OK 我們來,開始 炸我們的杏鮑菇 來,記得要用溫一下 好,來,OK 這時候,我們的杏鮑菇,來 來 來,我們分兩次 我們分兩次 來,第二次你可以 來,這個來一下 來 好,鍋 給它炸一下 好,你把它擠到這樣 金黃色的 這種況 人家說不會 也是要搶酥 香菇類這個東西 更要搶酥 因為它不會吸油 來,先把它起來 好,我們的油分起來了 來,我們去搶酥了 來 好,來 來 來,搶酥大概20秒之後 來,我們有我們的杏鮑菇 來,給我站 好 好,先放旁邊我們濾油 然後我們下去炒我們的配料 好,我們把油濾起來之後 來,我們一樣 好,開火 因為我們要把那個薑的氣味 來炒炒 來,再加一點油 來,鍋子本身就熱的 下我們的薑 好,來,我們下我們的冰糖 好,我們下我們的冰糖 我們要炒它的時候 好,我們下我們的冰糖 好,我們下我們的冰糖 好,我們要炒它的時候 然後下我們的水 好,來 好,來 融化之後 來,我們下我們的米酒 留一點點起來 等一下要嗆 好,下一點米酒 好 來,倒米花下去了 來,一點胡椒 好,白胡椒 來,鹽巴 好,稍微的拌一下 來,均勻之後 來,我們剛剛利用的杏鮑菇 來,全部給它下 好 來,下一些麻油 好的,快速的拌炒它一下 再來,辣椒 來,中了 不喜歡吃辣的就不要加那麼多 好,來,關火 然後我們準備一個砂鍋 快點炒熱 上個蓋 給它快點熱 再來,我們由砂鍋 烈起來 把我們的杏鮑菇這個 我們整個給它 繞到砂鍋裡面 最後我們放上我們的 來,九層塔 來,高湯塔 來,放上去 然後我們的砂鍋 趕快再把它 鍋蓋蓋起來 最後米酒 由上往下 來,把它搶了 好,米酒搶下去之後 大火把它開了 讓它滾一下 我們就要關火 這樣我們的 三杯杏鮑菇就完成 阿,如果你家裡沒什麼 你也能這麼麻煩 你就直接 直接米酒 最後再嗆上去就好了 好,OK 我們關火 好,來 我們的 三杯杏鮑菇 很像塊 真的是非常期待啦 我們首先先吃吃看 而且米酒很Q的 買冷 第二個 所以阿,我不是粗 我不是粗素食的 我是粗粉的 擔心 因為是素食的關係 我們就沒有加蒜頭 和蔥 但是呢 我們基本上 三杯的元素 將去爆香 還有九神塔 真的 完全有三杯劑的味道 很像 希望你們在家裡 照著我簡單的方法做 可以做出一波一樣的道理 直接回家 哇 我們的 三杯杏鮑菇 完成 簡單哥下足 隨興不韓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到我們的Youtube 按讚訂閱加分享 更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也要到簡單哥的本事專頁 和讚追蹤搶先看啦 我們是真的比較少做一些素食的料理 如果各位媽媽們 你們想要做素食簡單化的料理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簡單哥知道 或者是投稿簡單哥的本事專頁 在這裡 簡單哥還是要 預祝各位全天下偉大的母親人 母親節快樂 我是簡單哥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